朋友们,如果你经常反酸烧心,胃也反流,总是治不好 吃药反反复复发作,那么要小心 有可能是你的胃从肚子里面跑到胸腔里面去了 我们管这种病叫食管裂孔扇 这个病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今天在医生来跟你好好地聊一聊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胸腔和腹腔是隔开的 有一个东西叫隔肌 就像我们的柜子有挡板隔开一样 隔肌就充当这个挡板的作用 然而这个隔肌它并不是一整块板子 它中间是有洞的 我们胸腔里面的食管会通过这个洞到达腹腔里面去 然后跟胃连接在一起 食管通过的这个洞叫食管裂孔 如果这个食管裂孔比较大 胃通过这个食管裂孔的时候 绰绰有余,周围还有多余的空间 那么的话呢,腹腔里面的脏气 就有可能会通过这个洞跑到胸腔里面去 因为正常情况下,腹腔里面的压力是高于胸腔的 我们肚子里面的胃或者是其他脏气 通过这个孔往上转到胸腔里面去了 钻上去以后,这个强酸性的胃液就很容易反流到食管里面去 引起一些非常明显的症状 比如说经常出现反酸烧心 颌心,呕吐等等 甚至是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到咽喉里面 引起咽喉炎,引起口苦 还可以引起慢性的咳嗽,甚至是哮喘 强酸性的胃液经常接触食管阅膜 可到是食管阅膜出现炎症 我们叫做反流性食管炎 那么食管的炎症反复发作 甚至有可能会发生癌变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吃药反复不好,老是发作的话 应该去医院详细的检查一下 那么做哪些检查可以帮助你诊断 有没有食管内孔扇呢 有一些检查可以做 第一个,比如说做一个上消化道的噪影 你喝一些噪影机下去 然后的话呢,医生在X线底下动态的观察 有没有出现噪影机的反流 你的胃是不是倒到胸腔里面去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直观的诊断的办法 第二个呢,咱们可以做胃镜 那么胃镜呢,也可以直视的看 你的食管里面有没有炎症,有没有胃炎反流 有没有膳 这两个检查是很多医院都开展了的主要的检查 那么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比如说食管的侧压,PH值的侧定,CT等等 都可以帮助诊断 那么如果确诊是食管内孔扇 应该怎么样治疗呢 对于出发了或者是不严重的食管内孔扇 咱们可以先手想保守治疗 第一步,改变自己的生活饮食习惯 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出烟,不要喝酒 少喝浓茶,浓咖啡等刺激性的食物 建议各位朋友,清淡饮食,饭后,适度的运动 规律的进食,按时按点吃饭 然后如果是你很肥胖,要减减肥 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床头垫高一些 防止晚上睡觉的时候,无液反流 然后第二个呢,药物治疗 最主要的药物就是移植胃酸分泌的药物 反食后面带拉座两个字的 基本上都是这种药 比如说奥米拉座,潘土拉座,安索米拉座等等 这些药物要吃比较长的时间 至少要吃八周,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那么如果吃药,副作用很大,或者吃药以后 症状反反复复发作,不能够根治 严重影响它的生活和工作 那么的话,是可以考虑做手术治疗的 如果要做食管裂孔膳的修补 可以来找我们普外科的医生做 这个手术怎么做呢?首先,咱们要把这个食管裂孔 给它缩小一些,给它缝得窄一些 然后咱们可以在肚子里面放一块补片 来增强这个地方的力量 来抵挡腹腔压力的冲击 修补了食管裂孔膳以后 咱们还要做一个抗反流的手术 把我们的胃底沿着食管 给它折叠一下 通过这个手术治疗 食管裂孔膳,反流性食管炎 可以得到很明显的控制 效果是很不错的 那么整个手术呢,也非常的微创 可以在腐腔镜下完成 在肚子上面打几个小眼就可以了 非常小,一厘米到五个毫米 这样的小眼 手术的话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做完 然后术和观察了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么关于食管裂孔膳 就给各位朋友介绍到这里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欢迎留言咨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